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丹志云 標準的球吃 籃球人 你什麼時候認識DB的 大學喔 我大學就知道了 應該有個 17 18年的吧 可能我們今年才15年 那就是15年 就是15年 就從一開始就知道 你在蛋降的時候就知道 那對就是15年 你在蛋降的時候就知道 那這幾年 你對就是 因為你還在籃球圈裡面 所以其實你持續都知道DB這個牌子 但是我們說一說 你以前覺得 DB是一個什麼樣的 就你很早認識我們或是你剛 打過第一次DB33的時候 就你對DB這個牌子的 印象是什麼 印象喔 簽名吧 因為一直以來 我覺得都是想要說 他們給我他給我的感覺 就是 因為畢竟我也不是傳統科班出身 所以一直以來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很重視像我們這種 市井小民的聲音 所以不管是他們可能在 做球衣 不管是在設計衣服的時候 材質等等各方面的時候 他們會很願意去傾聽 市井小民 講白一點就是戲隊 對很願意去傾聽戲隊的想法 對啊 愛打球的一般素人的想法 對 這是我的印象 好 然後 認識DB 因為等於從一開始就認識DB 然後你其實 一路上也發展很多 跟我們說說你這幾年 一些心路歷程 人生做了哪些事情 在籃球這個圈子裡面 打完DB33以後嗎 可以 就是你受完傷 拍完那個影片以後 然後對 你做了哪些事情 拍完那個影片以後 打完DB33以後 我後來去到了三重三宮 對 然後一開始是體能教練 然後後來就是也是兼 因為畢竟自己也是球員出身 然後後來就兼助理教練 那在第二年的時候 就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我的助理教練是 劉孟竹 孟竹哥 然後後來孟竹哥就問我要不要去 踐行試試看這樣 所以後來就 三重的第二年之後我就去踐行 那就一代代六年到現在這樣 對 那今年剛好有個 很大的轉折啦 就是得到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就是在台北市立大學 就以前的北體 去接了他們的總教練這樣 因為今年是DVD15年 然後我們 然後其實我感受到 整個DVD的能量是很強的 因為我們以前只做籃球 對 但其實現在我們棒球 所以我們棒球也做 籃球也做 然後排球 跑步 基本上全品項運動我們都做 那 我感受 我自己回來的感受度就是 好像前15年我們起起伏伏 去大陸 然後一敗獨替 撞著會頭土臉回來 對 以期年我們到谷底 然後市場上沒什麼聲量 然後這幾年慢慢慢慢爬回來 我感覺前15年我們都在熱身 都是我們給我們一些精力 我現在感覺我們能量是滿的 就在一個鍋子裡面好像快要爆發了 所以我才 設定了這個slogan Just warning it up 然後我們中文發生真要開始 它其實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它在英文的口語裡面很多時候是 就是人家瞧不起你 然後說你講完了嗎 你搞定了沒 然後他就說我才剛要熱身開始 就第4節的時候 他輸20分的時候 然後我還說 我才剛熱完身 我正要開始 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 為了要這件事情 本身所有的運動都要熱身 每一項運動它都需要熱身 而熱身是為了給我們更好的表現 在戰場上更好的表現 對所以我覺得也很符合我們的品牌 很符合我們的調性 那我覺得很剛好的是 你今年剛好也有一些新挑戰 對 所以你自己會怎麼詮釋 你自己怎麼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是怎麼理解這個口號 就跟我今年處境一樣 對啊因為其實 因為我過去六年其實在健行的時候 就是我剛好就是 當然體能是我專長 對體能是我專長 所以扮演他們的體能教練這個角色 那同一時間 包括影片分析 各隊的影片分析 戰術分析 情收剪輯 然後包括 像去年 孟竹哥帶我去 中華隊 吃大運那邊 那我也是主要是體能 可是同一時間我也是 就是有情收人員 所以 那我有一直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我其實 很想要專精於某個領域 對 因為我 我就想什麼都想做好 所以當我要去負責體能的時候 我會非常非常非常focus 所以我花很多時間 也會花很多錢去 上很多研習的課程 證照的課程 然後去外面去上課 所以我後來去考了國體的運科所 就去訓練書 那 做到訓練 然後跟情收這一塊的時候 我會希望把他 做到 最好最好最好 所以像 我之前 因為像 你知道葉傑嗎 嗯 我不認識他 嗯 可是我 一直發Email給他 然後我把我做的那個情收 情收給他 想問他 但他非常非常的熱情 他覺得就是台灣人一定要幫 台灣人 所以因為我就是什麼都想要做好 可是其實有陷入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專精 對 那我一直在思考說 我到底要 專精在體能教練這一塊 還是 專項 對 我到底我的應該走哪一 因為 其實有跟一些前輩討論過 可是他的 給我的 意見跟答案是 不一樣的 對 所以當我得到就是 北市大 就是去年八強賽的時候 就得到這個 機會 就詢問說我有沒有意願 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好像 就是老天爺就是 幫我做了一個 給我一個很明確的路 給我一個非常明確的路 就是我覺得好 那應該就是這一條了 對應該 就是了 對 所以我就決定接受這個挑戰 對啊 就是 角色轉變其實蠻大 因為是從 體能教練 注意教練 然後直接變成 總教練 對對對就是完全是 不一樣的身份 不一樣的挑戰 這樣 你會覺得前面 這十幾年的籃球經歷 都是你的熱身嗎 就你自己會是這樣子想嗎 絕對有 絕對有 因為 我很慶幸 我剪了六年的 影片 很慶幸 因為那個剪輯的量 真的很大 大到是我 必須還要買 就是我 我的MacBook是已經不夠放 就是我還用外接硬碟 就是再把影片 再摳出來 因為影片量太大 可是也就是因為我剪了這麼多影片 然後看了這麼這麼這麼多的 比賽 所以我發現我對戰術的敏銳度跟走位 會變得很高 是這一兩年啦 這一兩年突然就是 有發現自己對解讀比賽的敏銳度 突然好像開竅一樣 可是如果我沒有前面這六年的經歷 我覺得我不會是 現在比較沒有辦法勝任這個位置 對 然後又加上跟了孟竹哥這六年 其實真的 學到真的很多 對 怎麼當一個好的Leader 真的 他是一個很好的Leader 對啊 所以這六年除了 學習他的風範之外 就剪了這六年的影片 我覺得對我真的幫助很大 所以就是你看 你從一個素人 然後只是喜歡打籃球 然後變成 體能訓練師 然後變成輕瘦 然後之後變成助理教練 總教練 嗯 你會怎麼總結你自己的這個籃球生涯 然後跟JRASP這件事情 如果硬要扣在一起的話 就你會覺得你怎麼去總結你到現在這個機會點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必須說這六年我聽到最多最多最多 給我的評價就是我運氣很好 其實我很常 很多很多人跟我說運氣很好 就是你跟 跟對了人 然後你到了健行 然後你 因為在這邊所以你 才有機會被看見 對但這些我都 這是不能否認的 因為我相信我不會是最努力的那個人 只是我剛好有個機會被看見 可是 我也很肯定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人 對不然 開個玩笑開六次都 這不是概念 對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所以我覺得 我運氣很好 但是也因為我一直都很認真很努力 所以當我運氣來的時候 我有抓住 對不然其實很多的運氣老師會 我覺得是會流失掉 是會流失掉 對啊 所以 怎麼把這兩個扣在一起嗎 沒關係想不出來不用運氣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以前的努力 對然後一直在為我的未來做好準備跟熱身 那 我不敢說 呃 自己現在就是 狀態是最好的 但是我覺得我準備的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 至少目前為止 有個不錯的開始在北四大 對啊 目前都還蠻 軌道上都還不錯 對 一直在正軌上行走 對啊 但是如果沒有前面 這六年的熱身跟淬煉啊 然後 還有我自己的投入 就我謝謝很多人 就我謝謝 謝謝孟竹哥 謝謝健行 然後謝謝我爸媽 然後謝謝北四大 因為這些都是 特別是我開刀針 開六次 其實我爸媽就是要照顧我六次 對 所以其實我謝謝所有對我有幫助的人 因為沒有這些 沒有我 但同一時間我很謝謝我自己的 努力跟認真 對 才有辦法就是 真的可以把握住一些運氣很好的時候 對啊 好 最後一個問題簡單的 嗯 DV畢竟就15年了嘛 然後你就看你的DV長大的 好朋友 好朋友 對你的DV好朋友 那你覺得DV 呃 因為我們從籃球然後做到全品項 嗯 你希望一個現在是教練的身份 同時自己也是籃球愛好者的身份 嗯 你希望DV未來在 整個台灣 運動圈裡面用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身份 什麼樣的身份 做什麼樣的事情 陪伴大家 呃 什麼樣的角色喔 就你完全是你自己希望 許願都可以 對 就是 就是 我其實蠻 我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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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喜歡 我覺得 DV的原因其中的原因是他 草根性很重 對 因為 我自己就是一個 草根出來的人 我不是一開始就是 科班或是說 會被大家看見的人 對然後 但是 呃 我必須說 當初參加了很多DV的活動跟那個三對三 好 就是其實那是給我很大的正能量 我坦白說 讓我覺得我好像真的可以 做到一些事情 我好像真的可以在我喜歡的這個領域裡面 去完成 什麼 坦白說是有的 對 是真的是有的 對 所以我會希望未來期許就是說 就我還蠻開心看到直男 就是 DV這麼大量的被曝光 因為這代表說 一個很草根性的品牌 他是有機會 站到就是 最高的舞台 最高的殿堂 對 但是我對他的期望當然就是 最高的地方我們看得到他 然後最低的地方也看得到他 就他還是一樣的親民 但他同一時間是 也是很高端的 就跟 就像 Nike 你會看到最Top的聯賽有Nike 你會看到 一般路人也會穿Nike 大概就是 這樣的感覺 但是他是台灣的品牌 對他不是一個外來的品牌 我們可以在最高的地方 籃球殿堂看到他 那 最低的國小聯賽 我也看得到他 對 就這樣 讚啦 喜歡 然後現在就是有很多 小朋友要教啦 對 那我們還是Forever在籃球這件事情上的狀態下 你覺得 現在小朋友最缺乏什麼 就是這群小朋友 你自己在觀察整個環境 這群正在 未來可能是職業球員的這些人 你覺得他們現在缺什麼 他們其實擁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當年 我們當年的大學不擁有的 但他們缺乏什麼 你覺得有嗎 還是 有 我覺得 我其實像 像我現在 因為 不管在健行 像包括到我現在到北師大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 我在 孟祖哥上看到 就是他很強調 就是 珍惜感恩這件事情 因為坦白說 現在資源跟曝光來的 太容易太簡單 甚至講最直接一點 連國小聯賽 達到最後 Final的時候還可以進 環橋體育館 可能還會有網路轉播 直播之類的 當所有一切來的 因為 這麼簡單的時候 他們好像覺得 要打出一點什麼 跟名堂好像是 理所當然的 對 然後可是我覺得 這個過程很容易忘記 就是很多事情 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其實是 很多很多很多 背後後勤的人員 造就現在的 造就現在 講白點就是一個國小聯賽 那你需要工作人員 你需要場地人員 你需要轉播單位 裁判 紀錄台 雙方的教練 跟背後支持愛你的家長 還有學校 對 可是我發現其實現在 還蠻容易被忽略這些事情的 特別是當曝光變得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的時候 我其實蠻有感觸 就是高中剛畢業的 HBL舞台剛下來的 然後進到大專的時候 他們蠻 耳朵馬洛琳是關起來的 因為他們好像都忘記自己是誰 對 然後 三段比較放不下來 對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蠻可惜的 因為 你總有一天會脫離 球員的身份跟角色 對 籃球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棒很棒很棒的工具 交朋友的工具 我們會因為這樣認識很多 形形色色的人 然後未來我們可以在 社會上會過得更好 可是因為 如果因為你的身段放不下來 然後因為你忘記你自己是誰了 這個不會成為你交朋友的工具 它可能會讓你過得更不好 因為大家會用籃球去定義 你是一個不好的人 本來應該是定義你是一個優秀的人 可能你展現你的運動風範 像運動家的風範 像健行 上場前下場都是90度鞠躬盡力 所以你看在職業聯賽 在P聯賽 你看到陳范 你看到檢廷照 你看到阿吉 虎毛 他們還是維持這個習慣 上場下場就是90度鞠躬 對 那其實 我覺得進到職業還記得這個習慣 那就已經是真的發自內心的認同這件事情 那謝謝所有來欣賞他打球的人 我覺得路會走得比較長遠 如果真的要我去講一個很需要被教育的 我覺得就是感恩 要感恩每一個人 不要覺得 當然你練球很努力 你從小到大你打球很努力 你可能會覺得得到一個舞台是應該的 沒有 沒有 搭棚的人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辛苦 對 沒有那麼容易 對 沒有那麼容易 對 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會讓你打破 對 有 有 有 現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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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